你确定是缝铁豹吗 确定 我看得清清楚楚 不光有缝铁豹 还有黄玉翠 你当时为什么没动手 在下锦村吉野大佐的教诲 打死一个缝铁豹 武功队还有张西凤 依然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很好 铁豹他们既然发现了粮仓 武功队一定会采取措施 这正是消灭他们的好机会 你们不妨就从粮仓入手 借此机会把武功队一网打尽 好 这么大的粮仓藏在码头山 小鬼子太狡猾了 我们压根就没想到 贺锦南提供的这个情报很重要啊 马头山 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 鬼子在这儿建了这么大一个粮食补给站 目的只有三个 第一他们可以南下渡过黄河为这个做准备 第二他们可以西进威胁我们的根据地 第三可以保持对重庆的压力 这是不是说明鬼子已经开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了 很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侦查出鬼子粮仓的储备情况 这样才能对他们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做出判断 西风 你们继续侦查粮仓的情况 我向上级请示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断掉它 是 林队长 这个结果就是 最重要的公开的事 是 不太好 对 改革是早点迅速的 完成了 我们的事是一般的衣装 我明白了 如果使用中国人的东西 那应该是最好的东西 是的 明白了 实际上是 消灭的东西 中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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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洗澡 老爷 我白天看过了 咱院子后头就是桃花巷 挺偏的 只要能翻过后墙 就能到巷子里 找里城门不远 咋也出去了 到底有多远 里城门 三里地左右吧 只要能出城 就有办法能找到 小村和铁包他们 干粮不是问题 我都攒了八个墨墨了 再弄湖水 咱就得救了 明天就走 这都盯着看了大半天了 什么也没看出来啊 别着急 再等等 不是 咱等啥呀 等机会 我看这些东西 是啊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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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冰箱 挨到袋了吗 八个 水呢 有 走 还在给我 老岩 你先上 老岩 上 老爷 老爷您倒是伤啊 走不了了 快放我下来 老爷 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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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俩鬼子 我跟你说 拿着刺刀 走啊 老爷 老爷 我走不了了 老爷 我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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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鬼子 有钱光 这粮仓里弄这么多女人来干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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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他们是来打扫医生的 啊 对 你看他们手里都拿着家伙数啊 咱们的机会来了 快 晚会 晚会 好 他 不 听说王先生干了一件褚事 我希望王先生不要再干这样的褚事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不为例 你杀了我吗 你现在就杀了我 杀了我 像王先生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降身 正是我们皇军争取的对象 因为你能给武器县的老百姓 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 杀了我 你杀了我 不然他把我挑念黄河都洗不清 你把我杀了 你我心里最兜擦什么 杀了我吗 我们不杀王先生 但是这并不当于我们不采取措施 如果王先生再有逃跑的企图 我们会在工地上杀掉十个老百姓 如果王先生逃跑成功的话 我们会把王家寨的老百姓 全部杀掉 老七啊 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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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老七 老七 老七 可不许老 particulviewer saud 老七 很 sağ 老七 不许老七 不能再跑了 今天吉野跟我说了 要是再跑啊 他就把咱们王家寨所有的乡亲们 就都杀光了 可不能再跑啊 他 他咋办啊 老月 他咋办啊 他真要当死了 费了半天劲啊 他找这两个大伙 他那呀 一两个大伙给撑了 大嫂 大嫂 来 大嫂 你好 去吧 来 喝碗水吧 谢谢 这是暗昧 他不会说话 大嫂 您啊 别害怕 我们啊 是八路军武功队的 大嫂 听说您这几天 都去那个鬼子粮仓给打扫卫生是吗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我男人让鬼子给害死了 他们还抓走了我儿子 每次只有去打扫的时候 才能让我见一面 这鬼子在武基县干净了坏事 大嫂 我们武功队就是专门对付他们的 长官 我求求你了 真的是他们逼着我们去打扫的 你就饶了我们吧 大嫂 您别害怕 我们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 其实是想让您帮我们一个忙 我一个女人家 能帮上你们什么呀 大嫂 您想不想救儿子出来 我们能帮忙 你们真能救我儿子 能 江队长脑子够不好使啊 怎么能当个小刺跟您一起去呢 怎么能当个小刺跟您一起去呢 江队长脑子够不好使呢 怎么能当个小刺跟您一起去呢 江队长脑子够不好使呢 没 talks 好 墨大赶 借大赶 可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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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脱子 好 咱不见一个干活的小姐妹呀 是啊 你别乱来啊 你先看看再说 我知道了 这些粮食可真够多呢 可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咋了 这什么味啊 怎么怪 你进过粮仓吗 进过 尝尽 你闻闻这个粮仓的味 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好像还真不是这味 快 咋了 唐靖石来了 快快快 咱们不能干等着啊 进京 不行 我们不能擅自行动 你脑掉驴踢了 你没看唐靖石进去了 那你现在下去 他们会更危险 你俩小子的事 哥 快拿出去吧 再等下去就来不及了 狗子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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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跟我来 你们 你们 过来 这把老娘闻着干什么呢 报告对着 这些女人是黄金层附近 村子里招来的 每隔三天在粮仓里 打扫卫生 清扫宿舍 你还不吝了 言原主 咱有血呢 原土 快 集合了 集合了 快点 集合了 有点啊 哦 来了 快 快走 集合了 集合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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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抬下来 狗是唐进士 夫女都赶到院里了 还个儿审查案 老哥 咱冲吧 咱不能冲 咱要冲下去 容易上到老百姓 来个村的 秦家村的 叫什么名 秦晓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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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我就觉得 你们那帮老娘们不对劲 没想到你真藏在里头 和铁包都配合打得不错呀 唐建石 我劝你别把事做得太绝了 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跟我去宪兵队 咱们两个就相安无事 大家走 走 别动 动我就打死你 唐建石 你今天就是打死我们 我们也不会跟你走的 地主家的大小姐 也学会舍身取义了 对 姑奶奶今天 还就舍身取义了 你有种 你就开枪了 打死你只是浪费一颗子弹 现在走不走由不得你们了 带走 走 快走 雅琳 雅琳 快走 队长 快走 让开雅琳 雅琳你让我去 啊 哎 牛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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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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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 两个女白鹿 用这么一个小小的刀片 就把黄军苦心经营半年的秘密给穿穿了 不光是女白鹿 还有冯铁豹那帮人 要不是因为冯铁豹 那两个女白鹿根本跑不了 这个笑 卖的铁子笑的 她是在几乎的地方 她是全带危险的人物 这边就很高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都没有带路 这边的事 刀削了 刀削死了吗 我 我把天皇兵兵拒絕了 把兵力打敗 把兵力打敗 盘队长 经过两次考验 看得出 你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人 是 我放心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任命你为保安团团长 谢谢大军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到了最后 是冯铁豹还活着 并取得了胜利 那么你也得死 明白吗 明白 吃饭 你建议 不是 看得一样 做着 我 已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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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说 等他转回正规部队 就可以再穿这身军装了 其实 他对我的好 我都知道 我就想啊 这辈子做不成夫妻 那我们 也算是欢南宇宫的兄弟了 我还想当把鬼子打跑了 我给他 找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我成个家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还想跟他 痛痛快快地喝长酒 我想告诉他 他在我的心里 早要是我最亲的亲人呢 好 好 不 明天 这么大一个粮仓 麻袋里装的不是粮食 是泥土和尸体 那这件事就跟前段时间 鬼子图村跟征机民工的事情 联系起来了 当时我们还纳闷 几百号相亲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人都到哪儿去了 现在终于知道 这些粮仓的麻袋里 装的都是相亲们的尸体 司令员 政委 情况我们已经汇报完了 我跟铁报就先回去 继续完成我们的侦察任务 走 等等 你们的侦察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但是损失也太大了 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接下来把剩下几名同志 带到约约区来继续修整 一半年不说话 你想什么呢 我在家 梁仓忍装满了相亲和尸体 刺着她爸和老七回会也在里面 我也在担心这个事呢 但是司令员不是说了吗 会派更好的侦察员去弄清楚这事 之前司令员不就派过两个侦察员来吗 结果呢 两位同志都牺牲了 啥也没查出来 那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 对武基县的地形也不熟悉吗 当初不熟悉 现在就熟悉了 现在不还照样不熟悉吗 那你的意思呢 我得回去找司令员谈谈 报告 铁炮同志要见您 让他进来吧 铁炮 铁炮 司令员 有件事情我要再跟你商量商量 啥事啊 我觉得侦察任务 还是要由我们来继续完成 为啥呀 第一 侦察科的同志对武基的地形 并没有那么了解 我们是最了解的 所以我们继续完成任务是合适的 第二 失踪的乡亲们都是我们的亲人 找到亲人的下落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 铁炮同志 你的心情我理解 可是事情得从大局出发 你们武功队已经损失惨重了 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你这个道理不明白吗 自己都不行了 怎么跟敌人干呢 对吧 司令员的意思是 我们要保全 侦察科的通知就不需要保全了 胡闹 你不怕死 抗战需要你活着 十天只给你十天的期限 完成完不成任务 你能给我活着回来 十天就十天 帮管小鬼子藏上秘密 我一顿给你揪出来 走 站住 好 记住 灵活急动的游击战 学会用脑子办事 不能跟他们硬碰硬 明白 不要 死 人 会 这 你的 快 我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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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黑屋 诶 老七 你先去买两包盐去啊 你怎么在这啊才说呢 我跟老爷 被关在象牆里 很长时间了 日本人 把他那些家的 全给骗走了 还给他安上了一个 汉奸维持会长的帽子 才说没死呀 那可真是命大呀 你咋样 乡亲们哪 别提了 乡亲们被关在一个破庙里 整天修着什么地下空事 我呀 还被他们逼着 给乡亲们做饭 天天送饭 你是不知道呀 乡亲们吃的那饭 比猪食一样 就十几天 死了二十多个人呢 二十多个 啥地下空事 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你送饭 你不知道在哪儿 我天天送饭都上卡车 他们把我的眼睛还给蒙上 我就知道在一个庙里 具体的什么位置 我也说不清楚 对了 那庙下边有一个大洞 乡亲们就在那个洞里干活 他们太苦了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哎呀 哎 老齐 我先走了啊 太晚了 我不好交代 团长到 你晚点儿 你晚点儿 我ека 明天传 都上来 わ 我 我 你 想 我 你 我 你 我 我新冠上任 把大闸招记起来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让大家 用最快的时间 搜索封铁报 还有武功队